新冠肺炎近来出现了越来越多无症状的患者 令许多民众提心吊胆 不过有专家指 血氧含量可能可以作为参考的指标 专业医生就指出 新冠肺炎患者的血氧含量水平低 但是患者却不会感受到呼吸困难 而这种情况称作快乐缺氧 是一种隐形杀手 民众务必提高警觉 新冠疫情升温快乐缺氧 一词成为讨论话题 一般情况下人体的血氧含量 都会维持在95%以上 不过一旦身体出状况 血氧含量就会降低 当含氧量低于95%的时候 人体就会缺氧 进而出现哮喘 呼吸困难 焦虑和恐慌等反应 严重甚至死亡 但有专家警告 新冠肺炎无症状患者 可能会出现快乐缺氧的情况 所谓快乐缺氧 就是患者的血氧含量 会低于95% 但患者本身却不会感到任何不适 不会觉得呼吸困难 而且还能表现出冷静 正常甚至是愉快 因此也被称为快乐缺氧 大都会日报引述 双微伟乐医学和肺部专科医生 努卢肯亚的话说 一些已经进入第四或第五期的新冠患者 病毒已经影响肺部 但因为是无症状患者 因此没有任何不适 进入所谓快乐缺氧的状态 这等同于是一个隐形杀手 让人没有察觉 不过他透露 快乐缺氧的病患 呼吸频率会明显增加 一般人的呼吸频率是 一分钟十二到二十次左右 但快乐缺氧的患者 呼吸频率可高达每分钟四十到五十次 有鉴于此 他呼吁民众养成经常检测血氧含量的情况 民众可到一般的药局购买脉冲式血压浓度检测机 或近来流行的智慧型手表 部分也有检测血氧含量的功能 医生呼吁民众 一旦发现血氧水平下降到95%以下 就要提高警觉 如果情况持续就要立刻到医院求医 在医院 医护人员每四小时就会替患者检测一次血氧含量 一旦发现指数偏低 就能及时提供治疗